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我刚刚不是被尽射死了吗 白少 您可真会开玩笑 凤言整个港城 谁敢射死您啊 你刚刚叫我什么 白少呀 您可是港城顶级财阀白家大少爷 白木秋 什么啦 白少 我竟然重生到了八年前 成为了杀死我的仇人的哥哥 既然上天倦伍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情味 那这万一家者 要 还有你们的仇 我会一点也跟你们结算 大少爷 大少爷 您要的牛奶来了 这不是我以前的上司王雅姨吗 她现在竟然是我的秘书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我说你的耳朵是被驴毛塞住了吗 本大少要的是鲜奶 你给我的是牛奶 大少爷 您刚刚说的就是牛奶呀 谁再立刻去弄新鲜的牛奶 大少 大少 大少爷 宝贝们 你们给我排队等着 一会儿 本大少挨个的收拾你们 大少 白沐秋 白沐秋 你简直无耻之急呀 白沐秋 快放开亚姨 白沐秋 不是你搁这装什么装啊 白沐秋 你刚刚叫我什么 白沐秋你竟然敢打我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刚刚叫我什么 大哥 大哥是你能叫的 叫我白沐 记住了 以后再白讲 只能我称为白哨 而你 只是一个私生子 只要有我在 你永远就是个拉 滚吧你 你给我等着 还不错 大少爷 什么事情忙忙躁躁的 老爷喊您去客厅 说我要是要谈 等本少爷忙完事情 再对你们进行全面检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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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秋快来坐 滚开到你该坐的位置去坐 爸 你看白沐秋 滚 记吃不记打的东西 滚到你该坐的位置上去 滚 你坐这儿 爸 可说 我房间里还有三个小宝贝 等着 调皮 我的两个宝贝儿子 我最近的身体 越来越不好了 我打算 把咱们白家的一万资产 交给你们俩当中的一个人来管理 爸 我的管理经验丰富 把白氏集团交给我 是最佳选择 是啊 老白 沐东这孩子确实挺不错的 他自己创立了公司 还做得紧紧有条 集团交给他 最合适不过了 嗯 我是白家的嫡长子 白家的一万家业 自然是由我来管理 你一个私生子 但该寄予我白家的家业 小子是吧 哎 沐秋啊 你说你做的那些事 大家有目共睹 你说咱们白家集团的那些董事 怎么信任你呢 他们要是不信任我 可以立马滚蛋 我还有大把的人等着抵替他们 咱们啊 凡事都要以礼服人 以礼服人 好啊 我证明给他们看 把这个私生子成立的那个叫什么东宇地产 交给我来 我证明给他们看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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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兰 老头子的小老婆 我记得上一世 白木丘就是被这个女人和白木东害死的 爸 我们白家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女人来做主了 白木丘 木东可比你强多了 他白手起家 创立东宇地产 目前市值已经达到五百亿 今年以来这三个月就已经赚了三个亿 区区三个亿就把你们骄傲成这样 今年以来 房地产就进入了短暂的平台期 木东能为公司赚三个亿 就已经是天花板 你行吗 我只需要一个月 我可以赚三千亿 三千亿 一个月 让白氏集团赚三千亿 不是 别说一个月 我就给你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得到 你敢不敢给我赌一场 赌什么 我只要在一个月之内 赚到了三千亿 小妈你 任我主持 不是 白木丘 你也太放肆了 老白 你看看 木丘啊 木丘 玩笑要适可而止 爸给你们两兄弟 一人一百个亿 一个月之内 谁挣的钱多 就证明谁有能力 白家集团就交给谁 爸 要是我在一个月之内 赚到了三千亿 他们母 都要任我处置的 好 若是你能赚三千亿 我就任你处置 若是赚不到 你就给我 我出败一下 大少爷 大少爷 我出去吧 咱们账户上的钱 就只剩一个亿了 今天就是您跟老爷和二少爷 约定的最后日期了 好 搭上钱 跟我去御龙马场 您要把这一个亿拿去买马 马上就要开集团会议了 我觉得不合适吧 要不然 要不然咱们就把这些钱留下吧 你作为一个秘书呢 你需要做的 就是服从 知不知道 妈 好消息啊 刚刚王雅姨跟我打电话 跟我说那个败家子 要拿最后的一个亿去买马 什么 这一个月以来 他夜夜声歌 沉溺于女人堆 最后关头 竟然寄希望于买马 老天 这要是还能眷顾他 那太没天理了吧 那太对不起我们这些每天努力的人了 放心 这一个月你已经赚了三十亿 而他只知道败家 要想靠手里的一个亿来翻盘 根本不可能 白氏集团 马上就要是我们的了 这 一千万 刘少 对不住了 为了这一千万 只好委屈下你了 你竟敢打我 白少 他好凶啊 刘子涛 你好大的胆子 本大少的秘书要打你 你竟然敢反抗 白不秋 别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有钱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各位 在场的每一位 要是敢打刘子涛一个耳光 一百万 我是港城刘家的人 我看你们今天谁有勾胆 敢来上我的耳光 白少 您说话算数吗 本少说话一言九鼎 一巴掌一百万 现场兑现 刘少 打你一巴掌一百万 打上几巴掌 我这辈子就能躺平了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成为有钱人的机会 只怕你是有命拿钱 没命花 看看谁来了 这不是白家那极品败家子吗 听说这一个月来 他挥霍了一百个亿 这恐怕是他最后的辉煌吧 得着机会尽情享受 嗯 等白家二少爷接管 恐怕他连西北风都没得喝 白大少爷在啊 刘子操 既然碰见了 那今天就先收点利息 我们的账 慢慢走 白大少 刘少 你叫我什么白大少 在白家 只有我能成少 白 白少 这个想刘长得不错 我给你月薪一百万 来给我当秘书 白少 他是我秘书 你也配合我争东西 多谢白少后 我在刘少这儿 干得挺好的 两百万 我 五百万 我愿意 白少 从现在开始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贱人 你竟敢背叛我 敢骂我的秘书 你去 扇他三个耳锅 即使死 我也认了 你敢扔回弟子的贱灭 别想打我 各位 一个巴掌一百万呢 难道你们都不想赚钱吗 你们 你们别过来 给我揍他 打死他 别打了 打死你 怎么样 白少 我求 你其实太甚 你 住手 刘子桃 没想到你还是这样 动不动就打人 我对你太失望了 林心瑶 这不是我高中时期的女神吗 之前我身份低微 没有勇气去追求她 现在 我是白少 必须拿下的 本少看上你 你今天晚上就来给我暖房吧 想是我未婚妻 好啊 我现在把他还给你 让他做你的未婚妻 白少 你如果不能 你看 以后 你就当我的生活秘书 白母丘 你不要欺人太炫 敢跟本少抢女人 你是先巴掌还没挨够吗 我们走 走 白少 这买马可是有学问的 不是你砸钱就能赢的 雅爷 立马下注五千万四重坦 马匹就学 四号 一号 五号和三号 白大少果然豪强 只不过 你要知道 这四号 四大开赛以来 就从来没寄过前五 你把他放在第一位 大少爷 三思啊 你在叫我做事吗 有下不敢 快点 要是做过了第一场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识 买好了 大少爷 五千万都按你的要求 买了四重彩 畅你这个买法 即使你白家再有钱 也不够有挥霍 本少爷从来不在乎钱 我玩的就是耍不耍 刘子涛 敢不敢跟我赌一场 你想怎么赌 本大少投入了五千万 我要是能拿回来六千倍的钱 从近以后 他就是我的女人 六千倍赔率 也就是说 你得拿回三千亿 我还疯啊 我就问你赌不赌 要是你输了呢 要是我输了 你欠我们白家的两个亿呢 就当给林小姐 作为解除婚约的赔偿 那两个亿我们不要了 当真 白家笛子 说话向来一言九底 好 我跟你赌 白少 看到没有 我就说四号码不行吧 赛成过半 他依然是到处的亿 老弟 我在这谢谢 你那两个亿了 他激起来 大少爷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先别得意 虽然你们压对了顺序 但并不代表你们就能赢 今天第一批跑马结束 四号一号五号三号马 夺得前四名 购买四重彩的朋友有福了 黑律为七千倍 七千倍 这 这怎么可能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从今以后呢 不许再骚扰林小姐 她是我的了 对了 你欠我们家的两个亿 记得还了 这个大少爷 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或许跟着他 比跟着二少爷 更有前途 老白身体不好 无法出席 今天的会议 由我主持 夫人 可大少爷还没来 谁知道白木秋为什么没来 那个败家子 现在应该在御龙马场独马 独马 妈 你难道不知道吗 他拿着爸给的那一百亿 今天在马场 应该差不多要败光了 牙医没给我发消息 说明白木秋那个败家子 根本就没赚到钱 夫人 一个月的期限已到 二少爷赚了三十个亿 他的能力已经得到了验证 继承人的位置还是交给二少爷吧 对 这个月以来 二少爷的行为 大家都有目共睹 反观大少爷 可是每天花天酒地 继承人的位置 自然是应该交给二少爷 否则 以后我们连西北风都没得喝 不错 一个月赚了三十亿 木冬的能力确实不错 那这继承人的位置就 聘机司辰 怀家之所 小妈 我们白家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出来 你爸身体不好 来不了 他委托我 主持今天的会议 滚开 白木秋 可这叫什么呀 没大没小东西 白木秋是你叫的吗 那边不是有空位吗 你是在叫我做什么 白木秋 这继承人的身份 可不是光靠嘴说说 木冬这一个月以来 赚了三十亿 你呢 他应该连一分钱都没有吧 是这样吗 那从今天开始 白氏集团继承人 就是木冬了 我同意 白氏集团由二少爷来继承 我也同意 请叫白氏集团 交给二少爷 大哥放心吧 我来掌管白氏集团 我保证你这一辈子 衣食无忧 阿姨 告诉大家 本少赚了多少钱 除去一百个亿的本金 大少爷到目前为止 赚了三千亿 三千亿啊 三千亿 这么多呀阿姨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大少爷真的赚了三千亿 莫非他是靠赛马赚了三千亿 这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不可能 他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阿姨 打开手机银行 给大家伙看看 嗯 这 真的有这么多吗 三千亿一百亿 这么说是大少爷真的赚了三千亿 太厉害了 小妈 三千亿兑三十亿 你是不是该兑现之前的承诺 什么承诺 当然是由我来掌管白家 集团运营 靠的是实力 木东赚的那三十亿 比你侥幸得来的三千亿更有价值 所以你并没有赢 对 你运气能好这一次 能保证以后每次都好吗 你们觉得 把集团交给我大哥 合适吗 我更愿意 白石集团 由二少爷来接手 我也更愿意 白石集团 由二少爷来接手 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运气 是 是啊 我也不想 怎么弄啊 我想啊 我们之间的承诺 可不是三言两语 就可以推掉的 大哥 我来当继承认 这就是人心所向 你也配合我证 还有你们这群 没开眼界的老家伙 要不是我看在爸的面子上 我早就把你们开除了 白木秋 这次你确实是侥幸 难以服众 好啊 既然大家觉得 我是侥幸 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用实力 正能给你看 好啊 大哥既然想证明自己 我们总不能不尽人情吧 我名下有一家公司 叫东阳娱乐 如果你能在一个月之内 将公司扭亏为盈 那就说明你有实力 你看怎么样 东阳娱乐 貌似林星瑶就在那里共持 十天 我只需要十天 就可以让东阳娱乐 实现盈利 东阳娱乐 马上濒临破产了 据说现在负债一个多亿 也就是说 至少赚一个亿以上 这比当天还难呢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就安排人跟你对接 要是十天之内 你没有盈利 还是和之前一样 放弃白家的继承权 离开白家 好 那要是你们做不到的话 随你处置 十天实现盈利 做梦去吧 自作你不可活 我看你怎么在十天内 赚一个亿 好 我希望你们到时候别后悔 既然你想证明你的实力 那之前赚的那三千亿 可不能用 并且还得靠娱乐公司的主业来赚钱 我说小妈呀 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不但不会用那三千亿 而且我还不会花自己的钱 我照样可以让东阳娱乐 在十天内实现盈利 各位 这就是本少提前给你们的福利 大少爷 你怎么想的 东阳娱乐负债一个亿 你不用自己花钱 十天内就让他实现盈利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是在质疑本少 属下不敢 属下错了 那道歉 是不是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 本少爷现在火气非常大 你帮本少消消火 大少爷 这是在街上 莫东 东阳娱乐那边安排的怎么样 放心 白木丘已经过去了 过去也是个光杆司令 他牵不起什么风了 这次不能再出问题了 再让他搞出名堂 我们就难做了 这次 我保证万无一失 汪总 咱们公司准备签约几个新歌手 运营费一共两千万 请您审批 汪总 这几个歌手都非常有才华 只要签下他们 咱们公司不但能实现扭亏为盈 还能大转特转 成为业内顶尖的娱乐公司的 是吗 可以啊 只要你今天能把我服饰好了 我就 汪总 请你自己 那个臭婊子 跟我装什么清纯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刘少已经没有关系了 真香 怪不得白家那个败家子 愿意花两个亿为你赎身 放开我 林夕阳你放心 我和白总关系好 今天你只要把我服饰好了 我让他继续给你偷钱 不要放开我 你给我 那个臭婊子 你今天就是喊破了喉咙 也没有用 好大的胆子 连本少的女人你也敢动 混蛋 白木丘 既然知道本少 还不赶紧跪下 给星瑶磕头道歉 你一个即将失事的败家子 跟我省些什么呀 一只臭臭 也敢跟本少就削 滚蛋还是道歉 滚蛋 不可能 道歉 更加不可能 滚还是不滚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星瑶 没事吧 没事 星瑶 以后东阳娱乐就归大少爷管了 亚姨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大少爷 我们准备先签几个歌手 这是下一步的计划书 我准备给你一个亿 太多了 大少爷 您只需要拨给我们两千万就够了 今年呢 是娱乐行业大爆发的一年 我们必须要加大投入 抢占市场先机 成为业内的顶流 那我就谢谢大少爷了 林星瑶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一个败家子的话你也信 白木秋 我劝你赶紧滚出东阳娱乐 竟敢殴打我们王总 我是不会跟着你干的 我也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二世祖 来玷污我们热爱的事业 王姐 赵哥 大少爷说愿意投资一个亿支持咱们的事业 林星瑶啊 林星瑶 白木秋马上就要被白家除名了 你觉得他哪里来的钱支持你啊 再说 几个不知名的新人 你以为他们能掀起什么疯了 不信你现在问问白木秋 还能拿出一个亿吗 妈 那个败家子要找一个叫 小雷的无名之辈 唱一首叫老酒馆的民谣 无名之辈 我查过了 这个小雷是一个流浪歌手 每天这个点儿都会在港厂的某广场出唱 既然那个败家子要去找他 我们要不也去找他 不 我们不能出面 否则那个败家子 又会说我们给他制造困难 那怎么办 刘子涛不是跟他有仇吗 让他去 好 喂 子涛 喂 白少 找我什么事啊 去找一个叫小雷的女歌手 她现在在某广场出唱 把她带过来 呦 白少 换口味了 啊 赶紧办 一个亿而已 本事还是有的 你们只要按照信尧提交的计划 十天内 不但可以让东洋娱乐实现盈利 而且还会迎来大爆发 最少可以赚十个亿 白木秋 不要在这里画饼了 他要是给我做老板 我马上离职 我也是 我绝对不允许外行人来领导内行人 听到了吗 白木秋 赶紧滚出去吧 愿意留下来继续跟着信尧干的 每个人十万 不要用金钱来俯视我们中外的事业 愿意留下来的每人五十万 我愿意 大少爷 我们愿意留下来 我愿意跟信尧一起奋斗 好 从这个月开始 你们的公司翻倍 谢谢 谢谢大少爷 谢谢大少爷 你们两个墙都草 等白木秋被白家除名后 看二少爷怎么收拾你们 敢威胁本寿的事 我看你是昏女外了吧 我看你是昏女外 昨日的一场雨后 年大了空气又亮了 好 好 好 再来一口吧 再来一口 谢谢大家 看得挺好的 加油啊 雷小姐 你好 我是紫涛娱乐的刘紫涛 不好意思 我很忙 雷小姐 我知道 你非常有才华 希望 你能加入我们紫涛传媒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演出 给你一百万 来给我唱个专场怎么样 接下来 别他妈给脸 不要脸 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抓动手啊 放开雷小姐 这是谁啊 谁啊 南木秋怎么来了 真是冤家卢柴 来上 你怎么来了 刘紫涛 本大寿的女人你也敢动 白总 雷小姐 怎么样 这是我为老舅管谱的曲 您审愿一下 我给老酒馆也谱了个曲 你也帮我看看 你们两个谱的曲 竟然一模一样 雷小姐 我想邀请你来唱这首歌 您可愿意 愿意 当然愿意 好 既然雷小姐没有意义的话 那咱们就把合同欠一下 对外呢 老酒馆的谱曲 作词 作者 都是你 谢谢白总 雷一 你带雷小姐去休息 明天一早 带她去录音棚 一定要以最高品质 把老酒馆给我录制出来 没问题 白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想立刻去录音 恭敬不如从命 谢谢白总 大少爷 那我立刻去联系歌曲 发布事宜 招什么急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作为本少的生活秘书 你就应该随时为本少服务 张少爷 老酒馆已经录好了 并且没花一分钱 你要不要听一下 不错 就是这个味 立刻推广 三个小时前 已经上线了 这老酒馆啊 一旦上线 就会有无数的歌迷想要见你 雷小姐 你准备好 红头整个大厦了吧 白总 这都是您的功劳 一出手就是经典 没错 这是我刚刚写的 本少只要随手一写 就是经典 这每一手都堪称金曲 白总 您真是太厉害了 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 你要不要 好好地了解一下 大少爷 好什么好 怎么这么没规矩 吼什么 怎么这么没规矩 对不起大少爷 老酒馆卖爆了 手来听听 上线三个小时 已经卖了一个亿 什么 你说老酒馆卖了多少 卖了一个亿 白总 你真是太厉害了 本少爷说过呀 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 雷雷 继续加大对老酒馆的宣传 好 我这就去 这几首歌非常适合 大少爷 爆了 爆了 老酒馆 已经畅销了两个亿了 白总 您真是天才 是啊 白总 您真是天才 本大少爷 之前都跟你们说过 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 以后你们啊 就慢慢地了解吧 新瑶 你继续盯着老酒馆的进度 雷小姐你呢 回去献研救一下 我给你的那几首新歌 你们先下去吧 是时候回去看看老头子了 爸 母求 你来了 你身体最近怎么样 孩子 我活不了几天了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一定会给您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孩子 我的身体我知道 沐东 老酒馆现在非常火爆 据说已经卖了两个亿 那个败家子 为什么老天能律次眷顾他 现在看来 他绝对不是酒囊饭贷 相反 他的实力非常强 所以我们必须在你爸死之前 拿到继承权 要不然 我们就死路一条 妈 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死之后 我希望 你能给你小妈和沐东他们 一条活路 雅姨 立刻召开董事会 本少 要正式接管白氏集团 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 那咱们的会议就正式开始吧 白木丘 你召集大家来 想干什么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已经提前实现了东洋娱乐的盈利 我记得如果我赢了 你们俩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对吧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早 你整天只知道吃喝嫖毒 到时候你会不会赢 还是说不定呢 本来想给你个小公司 就算是给你台阶下 你怎么那么不失趣呢 我宣布 自这起 本少就是白氏集团的继承人 监表市长 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 别以为靠点运势 赚点小钱就能当董事长 就是 要当也是我当 二少爷年轻有为 如果公司由二少爷带领 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二少爷一直以来都参与集团管理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白氏集团的继承人 兼董事长应该是二少爷 二少爷担任董事长 乃是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白木丘 靠暴力 那可当不上董事长 靠暴力 那可当不上董事长 对 大少爷 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人 白氏集团如果交给你 恐怕会立马破产啊 大少爷 你今天就是打死我 我也支持二少爷 大少爷 你要是强行霸占董事长的位置 我只能撤资了 对 我不但撤资辞职 还要联系各兄弟单位 对你进行封上 本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你们这帮老顽固 我要不是看在我爸面子上 我早就把你们开除了 大少爷 你非要赶尽杀绝吗 白木丘 如果你不给我们活路 那就别怪我们鱼死老婆 好啊 门口就在那里 不想干的立刻滚 白木丘 在座的各位都是陪着 把一切大将生的元老 而你 只是个天天只会吃喝嫖赌的败家子 要滚 也是你滚 你在教我做事吗 真是白氏集团的悲哀呀 醒醒吧 大少爷 二少爷的能力比你强多了 白木丘 我才是真正的众望所归 那我就教教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众望所归 张大你们的狗眼都给我看清楚 这个是我爸白国栋先生的任命书 本少能够当董事长 是名正言顺 你怎么可能会有我爸给的任命书 这是任命书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白氏集团的董事长 白木丘 即便有你爸的任命书 也不代表你就是董事长 我们白氏集团可是靠地产起家 你得让大家看看你在地产方面的才能才行 我妈说的没错 不如我们在房地产行业再比一比 一个月内 看谁靠房地产业赚钱多 就算谁赢 我亲爱的好弟弟 本少现在才是董事长 这里没有你们说话的资格 我答应我爸 愿意给你们娘俩一次机会 既然你们不服 那本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陪你们玩玩 一个月后 还在这里 本少继续跟你们分钱 白木丘 你等着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赶紧滚蛋 别再让我看到你 各位 我时间有限 必须在十天之内让东阳娱乐实现盈利 你们觉得 星瑶的计划能做到 十天之内实现盈利 咱们公司现在负债一个亿 加上你要投的一个亿 也就是说 要赚两个亿 这根本不可能 芽姨 你觉得呢 当然能 大少爷 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跟我来 这首民谣歌曲老酒馆 我们拿着它 去找一位叫小雷的歌手 让他谱一个曲 他来主唱 就靠着这首老酒馆 就能赚两个亿 当然 这 白总 那个败家子说是要找一个叫小雷的歌手 唱一首叫老酒馆的民谣 没关系的 让他们嘚瑟一会儿 为了方便日后我们的工作 我们俩需要深入地沟通一下 大少爷 作为本少的生活秘书 你需要做的 就是随时为我服务 来 我们共同举杯 庆祝我们的胜利 坐坐坐 白尚 非常感谢您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辈子 能演唱一首这样经典的歌 就算没有白活了 来坐雷小姐 雷小姐够爽快的 雷小姐 你真是不给我面子 怎么会 只是 我不剩酒力 没关系啊 量力而行就好了 来 干杯 吃菜吧 雷一 秦瑶 你们俩随时给我注意白目东的情况 要是有情况的话 立刻向我回报 明白 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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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呢 还有几首新歌 我送你回房间 咱们好好地 深跑一下 来 雷小姐 我是东洋娱乐的林心瑶 我们这有一首歌 想请您给谱个曲 这歌词写得也太好了 那本来就是你写的 肯定能引起你的功 雷小姐 这首老酒馆呢 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 我想信你给它不客气 好啊 雷小姐 东洋娱乐 负负债一个亿 马上就要破产了 这不重要 对于音乐 他们就是外行 他们的组织 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不许自碰我的女士 白色 良情责目而起 雷小姐愿意去哪儿 那是她的自由 雷小姐 希望你能加入此套传媒 我保证 我会尽最大努力 让你打到车 陷下几个手 贵公司我高攀不起 雷小姐 只要你撤了这首老酒馆 你一定可以红遍这个大厦 没必要再去其他公司了 请您急言 请吧 记住了 从今以后 别再碰我的事 怎么样 白木球那个白家当人来了 废物 怪不得老婆都被别人抢 你能干成什么事啊 白木球白木冬 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将你们死十万段 怎么了 没事 说 白少 刘子涛想见你 刘子涛 他说想跟您合作 好 我马上过去 宝贝 我有一些事 我先出去一趟 等我妈妈回来 我们再好好地交流 白少 你怎么来了 废物 怪不得老婆都被别人抢 你能干成什么事啊 这两个混蛋拿我不当人 尤其是白木冬 完全把我当成那条狗 白木球现在成为了白氏集团 新任董事兆 不如先帮他解决掉白木冬 之后再找机会 打他搞破转 到时我看你们白家 还怎么小着 白上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我是来向您表忠心的 从今往后 我 愿意做您最忠实的伯人 从今往后 我 愿意做您最忠实的伯人 你想跟着我干 可不是谁都能跟着我干的 上一世 刘子涛这个王八蛋 可是害我的真凶之一 这一世 我不但抢了他的未婚妻 还屡次羞辱他 他现在还要来投靠我 肯定没按什么好精神 白少 我知道 白木冬正在跟您抢夺 白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 他配吗 是是是 是我说错话的 我自罚 城南公园的那个荒地 据说会被开发成大型娱乐场 白木冬正在暗中操作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成天混在一起 这点事根本不算秘密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投靠我 白少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只有您 才能带领白氏集团走向辉煌 我们留下 日后还要多仰仗您呢 好 你 你 我收下了 诶 城南那块地儿 后因政策调整被割起 也就这几天的事 谁插手 谁血败 嘿嘿 紫涛啊 你既然愿意追损本少 那本少 就赠予你一场颇天的富贵 白少 白少 干杯 干杯 不不不不 要是被本少抓到 可是要当我的小宝贝的 白少 我们也想当你的小宝贝 二少爷 二少爷 那个废物正在酒吧里玩女人 白少 白少好帅 妈 城南那块荒地我已经拿下 建成以后每年会为我们带来约一百亿的利润 不错 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那个败家子有什么行动吗 还是跟之前一样 每天都在花天酒地 他会不会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除非老天爷再次眷顾他 否则 他必败不得 白少 兰姨 你来干什么 虽然是来恭喜您的了 听说您刚拿下城南公园那块荒地 那可是个大项目 白家继承人的身份 非您莫属了呀 您以后还得好好照顾照顾兄弟我呀 好说 我站站那批老破小 听说是您的 那块地我早就想出手了 一直没人接盘 您看看 能不能卖这我呀 这小子 怎么这么不识趣呢 您也知道 我家正处于困境 那批房子再破 也能有个保底收入 您也不会再乎那点小钱的 是吧 一个月 那一百五十套老破小 全给你了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妈请问 那就多谢白少了 哈哈哈哈 来 木东 这个刘子涛 为什么突然买那些老破小 会不会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 不可能 有小道消息 我也是第一时间知道 再说了 把这块资产换成流动资金 我们还可以做好多事呢 我总觉得有些蹊跷 是不是白木秋让他来的 白木秋抢了他的未婚妻 也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是不会给白木秋做事的 不 白木秋这个人 我总觉得有些邪性 你时刻留意着他 看到他有什么痛响 妈 真的要这样 我们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 白少 那批老破小 我已经买下来了 很好 半个月后 那你就会拆迁 到时候房价会翻二十倍 二十倍 那岂不是说 八千万会变成十六个页 我将会拿到五个页 没错 好 我兄弟是黑龙会的 要是有钉子户 我来几句 进来 好了 信尧过来了 我还有事 要和他深入的交流 你先去忙你的吧 嗯 这刘子涛啊 喜怒不幸于色 有点长进 不过他喜欢玩一些脏的手 信尧 你去安保公司 给我雇几个靠谱的人 二十四小时跟着我 此事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 妈 城南那块地 我已经彻底落实 咱们就等着分钱吧 那个败家子怎么样 他没有任何行动 还是跟之前一样 每天除了玩女人 就是花钱 每天凌晨才回家 很好 一个月时间已到 立刻组织董事会 来家的继承人 只能是你 大少爷 您这么长的时间 啥投资项目都没干 就在赌那些老破晓呀 你说的对 那您怎么知道 那一定会拆迁呀 因为 我是重生成 你又在这一本上 我不敢 那为什么我看上去 你好像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 大少爷 刚才二少爷来电话了 说叫您去开董事会 这个方案就交给你了 多有的是 这早上 少爷大少爷 这回本 赢了 江小伙 这次确定 你觉得呢 大哥 请搜 这个位置 只能是本少子 滚开 白木丘 别在这耍您的大少爷的架子 约定日期已经到了 赚多少钱 放心吧 我赚的肯定比你多 白木丘 木东已经成功拿下城南公园旁边的荒地 现在已经开始动工 完工后 每年将为集团带来一百亿的收入 就这样 看不起啊 那你倒是说说 你赚了多少钱 是啊 大少爷 你到底赚了多少钱 大少爷 我们可都等着您分钱呢 白木丘 别以为拿两箱子钱过来 就能糊弄过去 按照约定 如果挣的钱没有我多 你就得让出继承人的位置 就凭你 别敢跟我争 那你说你赚了多少钱 我亲爱的弟弟啊 你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别到时候哭都没得哭 你什么意思 什么 城南公园旁荒地 因政策调整 无限期搁浅 什么 什么 二少爷 官方刚刚发布的消息 白木丘 这次确实是我们投资失误 不过你也别得意 你告诉大家 你赚了多少钱 十六个亿啊 十六 十六个亿 是不这么高吗 你跟我说说 你怎么赚的十六个亿 当然还得感谢我的好兄弟你了 笑话 难不成我给你十六个亿 火车站附近的一百五十套老破响 不就是你卖给我的吗 火车站附近的一百五十套老破响 是刘子涛 是你指使他找我买的 大少爷的意思是 他们靠那些老破响赚了十六个亿 那地方要拆迁 没听到消息 怎么赚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赚到了十六个亿 白木丘 你没睡醒是吧 就那一片荒地 再过三十年都不会有人动的 三分钟 我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 好 那我们就再等他三分钟 如果 没有什么如果 没有如果 恭喜白少 恭喜白少 白少 火车站那些老破响 果然被纳入了开前行列 这个是赔偿款 十六个亿 辛苦了 白少 之前您答应给我的五个亿 什么五 是十个亿 怎么 你不想要了 十个亿 不不不不 董事长 您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本少只是看在你给我做事的份上 给你的第一个福利吧 福利 白木丘 你给我等着 等靠你收拾掉白木丘 我会让你寻不如死 大少爷还真厉害啊 这市政府要进行城市形象更新 这火车站是八大片区之一啊 本次拆监 那边的房价肯定会暴涨 这次可赚大了 愿意跟着本董事长干的 今后 我让你们数钱数到手求金 大少爷威武 大少爷英明 从今往后 我也愿意跟着你 我也愿意跟随大少爷 好 那从明天开始 我正式进任董事长的位置 攻击董事长 妈 这件事真就这么算了 倒嘴的鸭子 怎么可能让他飞了 老夫人 刘子涛 你他妈现在还敢来找我找死是吗 还少少安物造 刘子涛 你来干什么 帮你们夺回白家 你觉得你现在说这种鬼话 我会信吗 你想怎么做 白木丘 他确实有实力 小夺回白家 就只有 谁不知道 你现在是白木丘的一条狗 白木丘跟我有多棋之恨 又屡次羞辱我 我之所以给他当狗 是神辱 负重 我兄弟是黑龙会的 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他靠谱吗 非常靠谱 好 事成之后 你们加欠白家那两个亿 不要 只要能除掉白木丘 助我夺回白家 我的家产分你三成 那就提前谢谢二少爷了 走 我管你们兄弟俩谁死 我都蠢 妈 刘子涛的话可以行吗 没事 我录了音 不怕他啃我们 白二少爷 二少爷 是 白少 你找我有事啊 帮我杀人 杀人 现在可是法治扯 刘子涛推荐我过来的 是子涛啊 好吧 这要价钱到位 谁我都敢杀 一个夜 让我杀了他 白少 你没搞错吧 怎么了 他可是你大哥呀 两个夜 你就说你干不干 你大哥可不是一般的人 弄不好 我会万劫不复的呀 三个夜 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好 这会儿我接了 三天呢 我要听到他的辞讯 白少 你放心 反正我盯上的目标 请没失手 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不过白少 按规矩 你得欣赴一半的定金 这里是两个月 你明天要是能杀他 我再给你两斤 白大少爷 久违了 你们想干什么 小牛挺辣呀 也就喜欢你这样的 大哥 后悔我这俩小牛长得也不错 就交给兄弟们吧 事成之后 随你们去 这位兄弟 我们近日无仇 往日无冤 你突然拦着我们的去路 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拦我的去路 这里是一百万 拿来给你的兄弟们喝酒 不愧是白大少爷 出手就是阔处 既然没什么事了 那麻烦让一下 慢着 不好意思 白大少爷 您这一百万呢 根本不够看 有人出三个亿 要是 那个人是谁 这你没必要知道 放眼整个港城 只有我二弟白木东 对我很直入 你话太多了吧 大少爷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送大少爷上路 是 十个亿 十个亿告诉我 他是谁 十个亿 十个亿告诉我 他是谁 大哥 那可是十个亿啊 要不咱们 老批 咱们黑龙会 办事是讲规矩的 赶紧给我上 等一下 原来你们是 黑龙会的人 那就好办了 刘子涛是我的小弟 你少给我掏进火 要不我现在 给刘子涛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不过你们放心啊 这件事情 我是不会告诉他的 并且我承诺 你们的十个亿 我依然会出 大哥 要不咱给涛哥 打个电话 哎 黑子 自涛啊 你跟白木秋 到底什么关系啊 白木秋是我大哥呀 我刚从他那 赚了十个亿 十个亿 好吧 那我逛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 白大少爷 刚才多有得罪 您还寒 都是自己人 不用那么客气的 那你现在 可以告诉我 是谁想杀了我吧 就是你的二弟 白木东 他怎么跟你说 他说三天之内 杀掉你 给我三个亿 如果在明天之前 杀掉你 四个亿 我知道了 四个亿我出了 明天我打到你的卡上 白沙 白木东狗鸡跳墙 想要杀掉你 咱们不能做一代币 那你的意思是 不行 直接杀了他 太便宜他了 我答应过我爸 我会让他活着 黑子 又怎么了呀 哎 子涛啊 我又惹祸了 那小子玩什么花火啊 哎呀 我接了个大伙 三个亿 杀掉那个白木秋 什么 你疯了吧 他你也敢杀 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要不真是给你惹麻烦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们俩 已经和解了 虽然黑子被白木秋 唬住了 当时没有立刻动手 把他杀了 但经此一事 白木秋应该彻底信任我了 只要做事 白木东满胸杀人 他们兄弟俩 一定会不死不休 到时候 我就可以一往个大进 是谁雇佣你杀的他 哎 不是你把这个白木东推荐给我的吗 你放屁 一定是白木东在炸你 白木秋现在是我大哥 我怎么可能介绍白木东叫你去杀他 白木秋是你大哥 得了 白木秋是你大哥 就是我大哥 白木东这个混蛋 我饶不了他 好了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咱们得有所表示才行 白赵怎么说 他说 会补偿我的 完了他就走了 你这样 你立刻联系白木东 就说 已经杀掉了白少 哎呀 这红口白牙的 人家能相信吗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约白木东过来验尸 等他到了 再把他抓住 送给白少 好 我现在就过去 我在泛海大酒店三个八 一会儿见 白少 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不会吧 怎么会这么快 你不会骗我吧 你是在侮辱我 侮辱我们黑龙会 我不是不信任你 但这实在太快了吧 满海大酒店三个八房间 你亲自来看白木秋的尸体吧 好 我马上过来 大哥 白木东会来吗 谁知道呢 是 涛哥 你们请 怎么样 给白木东打电话了吗 打过来 他说马上就到 怎么样 黑龙会说已经得吵 约我去泛海大酒店八八八房间宴室 消息可靠吗 黑龙会的消息还算可靠 哎 死都死了还看什么 走 跟妈干大事去 老白 你身体不好 早点到白家交给木东吧 对啊爸 我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你就把白家交给我吧 要不 先写个遗嘱 立木东为白氏集团董事长 我这还没死 你们就逼着我立遗嘱 爸 你也快上路了 不如提前立吧 逆子 逆子 我早就下达了任命书 将白氏集团交给了你大哥 你们就是逼着我立下遗嘱 将来也是没有用 老白 我刚刚得到消息 木秋被人给杀了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木秋霸道惯了 得罪了不少人 今天晚上在泛海大酒店 被人给 赶快 快带我去泛海大酒店 快呀 不用去了 你还是跟我们去董事会 任命木东 为白氏集团董事长吧 爸 手机 父亲 爸 母丘 我 爸 这么晚了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母丘 他们说 你被人杀了 爸 您就放心吧 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爸 看来我们是被拼了 没事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会议开始吧 刚刚 我们把白木丘 继任董事长的事 跟老白说了一下 老白说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之前的那份任命书 是假的 可我们刚刚都看过 确实是 白董事长的笔迹 我之前就说过 是白木丘伪造的 那份任命书 就是白木丘伪造的 你 爸 您就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你好大的胆子啊 连任命书你都敢伪造啊 大家说说 像白木丘这种人 配得上继承集团吗 二弟 我看伪造的人是你吧 不是 幸好本少之前在家里 安装了隐蔽摄像头 要不然 还真不知道你们所做支持 你有权保持成诺 但是我 你死 你死 我早就下达了任命书 将我实施团 白木丘伪造成语 你真是无耻之急 你居然能够伪造出这样的视频来污蔑我 白木丘到现在为止 你还在狡辩 看在爸的面子上 你当着大家的面承认错误 我可以对你从轻发落 从轻发落 明明是你在误欠我 我又没犯错 我需要你什么从轻发落 你别以为你这个人 就可以颠倒黑白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还是讲公道的 白尚 说 我现在正在跟黑子 在泛海大酒店八八八房 本来我们想约白木丘过了 把他抓住送给你 没想到他没来 紫涛兄弟 你约我二弟 到泛海大酒店八八八房 是准备干什么呀 白尚 白木丘花三个月 雇佣黑子杀你 我们将机就进 想把他抓住送给你 请您发落 紫涛 你和黑子兄弟呢 现在到白氏集团会议室 我们正在开会 怎么样 你还想狡辩吗 狡辩 刘子涛本来不就是他的一条狗吗 他们两个肯定又搞了什么鬼把戏 白木丘 先是伪造任命书 然后又伪造视频 现在又联合刘子涛 污蔑木丛杀你 你的心怎么那么歹毒 都是自家兄弟 相奸何太极呀 够了够了 爸 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 你现在还向着他 你这个恶婆娘 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你 他要是接管白家 他第一个要弄死的就是你 我说小妈 我看你应该说的是你们两个吧 要是今天晚上 你们俩拿到了我们白氏的继承权 应该会把我们大家都弄死了 白木丘 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简直是登峰造极 即刻起 白甲和白氏集团 我说了算 哪些要继续留在集团干的 到我这边 到我这边来 这 怎么 难道你们都想跟着这个白家子 一起和西北风吗 他到底什么德行 你们不知道吗 二少爷 我愿意跟着你 我也愿意 你们两个呢 我愿意追随大少爷 我也愿意跟随大少爷 只有大少爷 才能带领我们走向辉煌 那你们两个 就等着跟他一起毁灭吧 刘子涛你个小元 你他妈给老子射套是吧 给我下扣是吧 你在说什么呢 他怎么听不懂啊 大少爷 白木洞出了三个意义 让我三天之内杀掉你 这是我们俩 当时的对话录音 我亲爱的二弟 你要是现在承认错误了 我还叫你一声二弟 今后 我会让你和小妈 一时无忧一辈子 怎么样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 认什么错 我们是被诬陷的 我说小妈呀 你为了这样一个 不成器的儿子 还真是豁出去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夫人 那个优盘哪 只是个辈分 元件还在我这里 你吞了也没用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对我大呼小叫 你 老白 李木秋为了继承人的位置 无所不用其极 事到如今 你还保持沉默吗 好好好 我今天就给你一个答复 给各位懂事一个答复 戴木东 企图弑兄虐父 品性极其恶劣 奇目高兰 不但不劝阻 反而倒成了帮凶 即刻起 诸出白家 从此与白家 再无任何瓜葛 老白 老白 你是夫妻百人 你不能这么绝情 要不是看在夫妻情分上 你早就 爸 你们两个 还不赶紧滚 二少爷 请吧 刘子涛 你别得意 我求 杀你是刘子涛的主意 是刘子涛的主意 高兰 你可别血口喷人 啊 高兰这个娘们 不会当时就给我录音了吧 这刘子涛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不过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好 等一下 我就让你死心 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好 你说说看 大哥 刘子涛觉得 你抢了他的老婆 跟你有不攻待天之仇 之所以愿意当你的狗 是为了忍辱服装 找机会报仇 黑字就是他接受给我的 本少 既然能收他当口 难道我还怕他咬我吗 反倒是你 证据确凿 你还不自信 你觉得我会留你在身边 做一个愚蠢的龙夫 被你这条毒蛇咬吗 忠言你啊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迟早会被刘子涛 这个人杀死的 把我们走 你还是操心一下 自己的事吧 恭祝大少爷 成为为总事长 谢谢各位了 乐乐雅爷 从今日起 本少正式成为白氏集团的董事长 你给大伙发红包 大少爷 我们俩刚才鬼迷心笑 说了不该说的话 求你原谅我们吧 我们俩 愿意给你当狗 本少最讨厌就是朝三暮四的事 是 大少爷 你放过我俩吧 雷子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好 大少爷 放过我们俩吧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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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那我们先回去了 嗯 沐秋啊 刚刚你小妈和沐东来找我 她说你被杀死了 当时我就 爸 怎么会呢 你没事就好啊 白家就交给你了 您就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的 来 过来 来来来 爸爸再跟你多说两句 爸 您说 沐秋啊 这个沐东 虽然干了那么多的混蛋事情 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 我还是希望 给他们俩俩一条生路 爸 您就放心吧 我不会杀他们的 让白沐东死 那他便宜他 我要让他活着 慢慢折扰他 让他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 我累了 送我回去吧 好 雅姨 送爸回去休息吧 爸你慢点 黑子 刘子涛 你玩阴的 玩到我头上了 是吧 明明是你 给我借手的白沐东 你觉得电话里 不敢承认 我 明明是你想借我的手 杀掉大少爷 你又怕自己牵扯进去 你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小人 你以后 好自为之吧 我跟定大少爷了 真是赔了 夫人又扯兵 不过白沐东 已经被废掉了 也是时候找机会 对白沐秋仙下手为强 这雅姨怎么还没回来 你 你子 爸 怎么了 您给我打电话 半个小时之内 给我汇 一百个亿 否则 就等着给你把烧尸吧 混蛋 你要是敢动我爸一根寒毛 我定将你错骨杨辉 先答应他 等见到老爷和亚姨 再随机一遍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你要先让我看到我爸和亚姨 我才能给你打钱 好 我劝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招 否则 明年的今天 就是他们俩的忌日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飞子 你现在带着兄弟来我家一趟 我爸被白沐东绑架了 喂 子涛 白沐东绑架了老爷子和亚姨 大少爷过去救他们了 你能不能过去看看 我怕大少爷出事 糟了 白沐秋过去 我却不能拿回鹿叶 你摆不住那个怂花的金刚 肯定得被白沐秋收拾 事到如今 我只有 波罗夫沉舟了 夕阳 你在哪呢 我去接你 臭婊子 竟然敢背叛我 投靠那个败家子 看我把你脸挂坏 你还这么勾引男人 棒 别动 我要的钱呢 你先把他们放了 我马上给你打过去 白沐秋 你怎么还当我三岁小孩呢 早到假脖子上来 你有什么赞格跟我谈条件 你算什么东西 我现在一时无常 你开心了 给我跪下 给我跪下 好 我跪下 我现在跪下了 你满意了吧 我告诉你 我 才是白沐唯一的集成人 我早就告诉过你 在白沐 只有我 才是真正的集成人 大哥 我错了 把架罢是吧 让你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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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沐秋 你没事吧 都怪我 没有让你们待在我身边 你这个废物 还敢跟大少爷斗 白沐东 我已经答应过吧 是要放了你和小妈的 但是我没想到 你居然敢绑架吧 那就怪不得我了 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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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秋 沐东只是一时糊涂 你放过他吧 你以为这件事情 没你的份吗 你们这些都 神仙心肠的炉子 真是该死 沐秋 沐秋 我已经把刘子涛 又杀你的录音 发给你了 你看在你爸的份上 饶过我们吧 老白 帮我们跟沐秋 求求情 放过我们吧 从此以后 我一心伺候你好不好 滚开 我爸需要你们这一对 蛇蝎心肠的母子照顾吗 你答应放过我们了 从今以后 我罚你们在白氏集团大楼下面 刘子涛 喂 白氏集团 想救林心瑶 立刻带着三千亿一个人 来城北废弃工厂 你要是敢报警 那就替他收拾吧 黑子 你派两个人在家里 保护雅姨和我爸 你跟我一起 去趟城北 好 刘子涛 本来收拾完白母东 我就会收拾你的 没想到 你既然先下手 也罢 那今天 咱们就做个了结吧 雅姨 在我床头的墙上 把弓箭给我取下来 好 我这就去 你们两个 留下照顾老爷子和雅姨 你们俩等一会儿 跟我一起去 明白 是 爸 您就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这些事的 嗯 道少爷 您这是 手练 黑子 我去见一下刘子涛 你带着兄弟们 坐我们包招过去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按我说的做 好 刘子涛 我现在过来了 你把信药放了吗 钱的 三千亿我自然不能全部带着 你先放了信药 我待会儿给你转账 你他妈糊我呢是吗 先转账 再放人 刘子涛 你还没有资格给我讨价还价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吧 我平时对你也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白木秀 你瞧我老婆 又屡次羞辱我 我跟你不共戴天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 你要是一直跟着本少的话 你觉得我会缺了你一个老婆吗 刘子涛 赶你给钱 不然我杀了她 好啊 那该是你的刀块 还是我的剑块 那肯定是 七阳 没事了 我早就告诉我你 你敢动我的女人 找我死了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回来了 大哥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们吧 我再也不跟你争了 悟秋 悟东好歹是你亲弟弟 你就给我们一家小公司 让我们度过余生吧 大哥 我保证我也做一条你的好狗 想当我的狗 你觉得你配吗 木秋 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放过我们吧 我求你了 妈 队子 董事长 董事长 我现在要罚白木东和高兰 在白氏集团大楼下面 行起一辈子 要是有任何人敢帮助他们 就是以本哨为敌 以白氏集团为敌 知道了 董事长 不要 再商量商量呗 上了什么场 上了什么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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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